第七部影片 FBI教你办公室读心书 看了上次的影片才发现 我的小动作迟来太多了 身体会过度的晃动 以及嘴唇不自然的抿嘴 那这支影片希望可以改善 强制一下自己脸部表情的管控 那这本书如果只能以句话来做总结的话 我会希望是让我们自己 当一个观察员在人群之中 不论是在人群之中 或者是面对自己的时候 能够好好看一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会因为习惯 而不自觉的把我们自己的本能给表现出来 紧张的时候会有很多安抚的动作 比如说是摸脖子 缩肩膀 摸脸颊 醒鼻子 揉眼睛等等的 或摸戒指 摸项链 这些动作都是安抚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在紧张的时候 不自然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小动作 你在观察别人的时候 你也可以发现它很多不自然的小动作 以及你自己的时候 照镜子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突然就意识到自己真的有些这些动作 是紧张的安抚情绪 有一些很多 它的细节实在太多了 没有办法在这个十分钟内把它讲完 只能讲出几个大重点而已 那还有一些 譬如说抗地心理力的动作 我们人在高兴的时候 可能会 手 不自觉的想要做抗地心理的动作 譬如说万岁的姿势 两只手举高 或者是我们的脚 会想要跳跃 或者是脚指头里地 都是一些属于开心的时候 然后兴奋愉悦的时候的自觉的本能 还有手在交谈的时候 大拇指往上 也有可能是我们处于 比较自在舒适的状态 可能是交谈即将要胜利 或者是对自己的语言很有自信的时候 或者是说翘二两腿想要把 你跟对方之间形成一个障碍 形成一个屏障 可能是不这么喜欢这个人 或者是说你的脚掌 不会对着 你的脚尖不会对着 那一个人的方向 可能是移向门口 或者是想要逃跑的方向 代表说你可能 不是这么喜欢这个人 面部管控 身体不要过度晃动 那 在我们一开始交谈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实在是太过忙碌了 我们见到这一个人 可能下一次再见到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有可能是自己的好朋友 也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客户 那 一切都是始于外貌 因为我们能够观察的时间并不多 在这一次第一次的交谈 第一次的面试过程中 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 从你身上做出 要不要再做下一次见面的判断 时时刻刻都在决策 从你的仪表 谈吐 气质 作姿 还有眼神 语助词等等的 都是会形成说 是不是带给我舒服 或者是你自在 或是不安 都是我们下一次下不了见面的判断基准 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不是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 要认识一个人 必须要很长时间的相处 才能够从他第一次可能是展现表面假象的虚幻的假象下 或许我们才可以看得到他真正的那一面 要长时间的相处 所以 那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们就只能不断的去做决策 那 谈吐 仪表等等的 都是重点 然后 然后 又譬如说 提及 我们有时候去 别人的场所 去洽谈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 去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开始评论 从电话上的沟通 他们的讲话态度是不是诚恳的 是不是忙碌的 是不是敷衍随便的 再到我们驾车到他的地点 停这场是不是很远 动线设施不佳 会不会拎着大包小包 走到我们的休息室 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那休息室里面的 那 柜台的接待人员 是不是不耐烦的 或者是 一见到你就知道说 你是 谁 他准备好好的招待你 带你到该有的位置上 那 投影设备 简报设备 是不是已经帮你准备好 那也有一个 接待人员 可能会耗费他的半小时 或一小时 好好的接待你 那 好好的替你整备该有的东西 那 休息室的 大动线 是不是 符合你 顺手的程度 会不会说 你想要拿 你想要的东西 都不在休息室 你必须要跨过好多个房间 又或者是说 找到那一位接待的人 是非常困难的 那 来迎接你的 那一个老板 来迎接你的 那一个跟你洽谈的 又圆 是不是看起来衣衫不整 那 态度轻浮 等等 还有 指甲是不是都没有修剪 是不是很脏 那 那 那 讲话是不是 一听就 不是说 很有内涵 那 那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 这都是我们判断的基准 等到我们 洽谈完这一个过程 洽谈完这一个 面会之后 回到跟自己的同事分享 同事在询问说 值不值得去这间公司洽谈 或者是值不值得去这个地方访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感受 通通的抒发给我们的同事 但是 这间的 环境非常干净 提及的 提及的薪资非常优渥 或者是说接洽的人员非常有耐心 而且是 充满着热忱的 而且停车地点也不会很远 我们是在地下室的停车场 完全不会有淋到雨的风险 等等的 这些细节都会借我们的口中口碑做给同事们 那这就是 第一部 始于外貌 它的外貌其实提及的很广 那它的外貌应该是说 第一眼我们所接受的 接受的任何感受 那 下一个 那我们人 通常都是在自在以及不安中打转 紧张的时候就会不自在 那是无可厚非的 那也会有做出许多安抚的动作 那一定会被别人发现 只要是 有在看的人 应该都是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是不是 这个人是在紧张的状态 紧张的状态 那我们想要相处的对象 通常都会是自在 有自信 而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比较不会是说狂乱 没有自信 微微说说 类似的对象 那也希望说 如果我们在人群的时候 或许在人群会让你显得有些不自在 又或者是说面对镜头的时候 像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很习惯 听自己的声音 看自己的镜头 那我们可以尝试着 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的肌肉放松 像之前的书本提到的 478 4774秒 B77秒 土78秒 藉由这个过程 让自己的肌肉放松 那也记得随时挺起我们的胸膛 把我们的双手敞开 放松 而不要说 把出防御 很明显的 畏缩的姿势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当一个观察员 如果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或做什么的话 那我们就 记得我们的姿态 不要走样 不要跑掉 那好好的观察 大家在做什么 哪一些可以学 哪一些就要避免 那安抚的动作 那下一点是 如果在对谈的过程中 那一个人一直想要提及你的钱 提及你的个资 并且不让你有太多时间做考虑 很急迫的想要取得这些资讯的时候 你就要有所防备 他有可能是骗子 等等的 那当你无法应付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发现他很急迫的时候 建议你就是对他回复 我需要一天以上的时间考虑 再好好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该接受这份加益 或者是说 我们去找 更有经验的人 来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通常谈到钱 或者是个资的 就要真的特别小心 尤其是现在诈骗这么多 那 最后一个 假设你有需要 设立一个接待环境 你可能是公司的业务 或者是说自己是老板 等等的 那也可以是接待朋友的时候 来自己家做客的时候 更多是谈生意的时候 你要设立一个接待环境 一个相处的空间 那我建议 书本中的作者是建议说 你可以自己亲身当一回顾客 从打电话到自己的 拿给自己的员工 或者是说亲自驾车 开到你的所在地 车位是不是不好停 是不是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是不是完全没有遮蔽物 有下雨的风险 是不是要多配一个人带伞 走到我们的接待处的时候 再看一下动线 是不是顺手 要取的东西 是不是都很困难 整接 顺手 以及 就这两个重点 整接顺手 自己亲自走一回 把任何觉得怪异的地方 觉得不顺手的地方 全部列出来 之后再好好的修改 十分钟可以完成 好 期待下来本书